你看这小家伙 昨天晚上在这住了啊 今天早上出发 这就是你一晚上的收获吗 走 这是皮卡一晚上的收获啊 来,坐坐坐,过来 坐下 这个就是我给皮卡准备的袋子 这几天捡了几个 因为它下车的少 捡了几个 这里边都是垃圾,你让我怎么捡 不行啊,这里边都是垃圾啊 把瓶子拿出来整个了,两个瓶子 一个瓶子 一个瓶子 行,这个不要了啊 我给它准备的这个袋子有点小 估计啊,没几天就装装满了 昨天在这住的 今天准备离开109青藏线了 好,好,好,好 这就是三四十公里左右吧 在这碰到一个三江园公园 在我后面呢 就是他们正在建设的一个公园啊 但是现在还没有建成 咱们把车现在已经停到这个草地上面了 刚才我看 那个房子上面写了一个是三江园公园 你敢想象吗 这个公园这么大 哇 这一路过来全都是绿草 道路两旁全都是绿草 我去年冬季的话去过一趟西藏啊 然后今年春季二三月份 也是开车从西藏进到新疆 其实现在来西藏或者青海来旅游 其实最合适了 现在呢不热也不冷 也没有下雪 而且含有青草 现在呢道路两旁也有植被 所以呢你来了之后 哪怕是四千多的海拔 你的高反会比你在冬季天冷来的时候 这个高反反应也不会那么强烈啊 现在海拔是四千三左右 我现在是没有一点感觉 跟平时在低海拔的地方时候 状态是一样的啊 在这个地上呢也能看到好多的洞啊 好多的洞 这个呢是土拔鼠挖的洞 我刚才看到两只土拔鼠在这来回跑 大家如果来青海旅游的话 或者到西藏旅游的话 在两边会非常有机会看到这种土拔鼠的 好了接下来带大家看看这周边的风景 好多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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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多善行 好多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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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y bwd6